增加一個P式篩選 然後呼叫 就是傳遞的時候傳遞一個清單跟欄位 剛剛同學是說那個抓的時候 抓最後筆數是多一筆 有時候多一筆或有時候少一筆就是 嗯 好像跑多一次的時候 他第二次就是你先扣 先扣也五秒第二次再扣 如果說常常會在這一行出錯 因為他有時候追蹤不到最下面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個的下一行設一個中斷點 等到就是說可能要觀察一下吧 因為如果那個地方經常出錯的話 那你就在那個下方 當他還沒有執行過之後還沒有往下跑 你就先看一下 然後有的時候也許 因為有時候這個 這個比如說我現在 會不會 我知道有可能一個狀況 會不會是你沒有傳遞任何東西 你就直接在這邊執行這個P式篩選 應該是要他呼叫的地方沒有嗎 那是他在新增工作表的那個第二欄 第二欄 對 sheet.sheet.com 這個嗎 對 等於x 那如果有這個地方有錯 那你可以這個中斷點 然後反正大家停下來先檢查一下 再繼續往下看看 有的時候可能就是因為 這個程式 你說一次要做對 當然有 當然 以如果沒有經驗的狀況來看 可能他運氣成分在 所以你會發現 像以前常常網路有文章寫說 那個為什麼工程師他寫完了 其實他有一個什麼很坦白的寫說 其實他也不知道為什麼他程式寫完了 就寫好了 也就是說其實很多因素呢 他都也是搞太清楚了 胡倫吞早 反正就先交案子再說了 因為老闆一直盯得很緊 因為老闆一直盯一直盯一直盯 反正你就是要把案子給他交出來 然後有時候工程師他自己經驗值 能力上面其實也不太夠的時候 他怎麼寫出來 其實反正一直試 要不然的話有個方法 就是如果說你有發現錯誤的話 除錯的方法 如果說你今天希望讓你的程式變得沒有 完全不會跳出錯誤的話 其實可以加一行就好了 比如說你可以在最上面 SUB的下方 加一個像 on air or e r or on air 就是如果說你有錯誤的話 on air就是有錯誤的話 resume resume nest 如果說你加了這一行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很多像範例檔裡面 最上面第一行都會加這一行 那這一行的主要用意是 如果程式有錯誤的話 他不會跳出任何錯誤出來 他會繼續往下跑 好 不過你加了這一行之後當然有一個風險 就是說有錯他也不會出現錯誤 有點像是 比如說你今天痛的 他痛的原因是因為他裡面可能發炎了 但如果你吃了止痛藥之後 其實都不會痛的 但不痛之後的話問題還是存在 所以這個有點像打一個止痛劑一樣 讓他不會跳出錯誤 但是如果有錯誤 他還是會有這個問題出現 那這個是一個方法 不過這個方法當然是你可以參考一下 那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我這邊執行 那我是call什麼 比如call產業別 那call產業別 如果說你可能會有出錯的地方 比如說像這一行同學 在跑完有沒有到7 那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地方是不是到 這個總共應該是7筆 沒錯啦 我看一下產業別 到7嘛 2到7也沒錯啊 那再記得要切回來 因為他要這個 然後如果沒問題的話 你就往下追 因為有的時候 就是要慢 他就會停下停下這樣 比如說同學說這個 這個有錯 沒有啊 就要看一下到底 因為他是從那個範圍裡面去抓這個值過來 然後呢 再新增到這個名稱嘛 那如果說你位置沒錯 順序也沒錯 那理論上的話 他就一直往下跑 但是呢 因為這個時間的關係 他會跑比較久 所以怎麼樣呢 一直閃一直閃 但是其實你會發現 後面一直閃一直閃 其實對user來說 他會覺得說 到底是怎麼樣 你當然自己看OK啦 反正跑出來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不希望說 像他一直閃一直閃一直閃 那感覺好像 到底在做很多事情的感覺 那如果你希望把這個閃動的 閃動的部分關掉的話 其實很簡單 你直接在開頭的地方 寫一行就可以了 也是就是把閃動關掉 那個閃動關掉 誰去管呢 就是application 那你在application物件裡面找一下 他的有一個管理那個畫面 要更新 有一個叫screen updating 等於什麼 等於false就可以了 把這個關掉之後的話 那在最下面 記得要把它再打開 因為如果說你screen updating 如果沒有再開啟的話 那將來他就完全 都不閃動了 不閃動的話 有時候會讓使用者不知道 到底你做了是OK還不OK 所以你這個時候再跑一次 比如說screen updating 假設我要是客戶的話 現在查出來是產業別 那如果要客戶的話 當然保險一下 在這個地方再加一個中段點 試一下好了 R現在是156沒錯 因為客戶名稱比較多 那如果像現在這個時候呢 我screen updating把它關掉之後 這個中段點就拿掉 那前面呢 它會一直閃對不對 你會發現現在有沒有在閃 沒有對不對 那另外呢 screen updating 關掉有個好處 因為它不閃動 所以CPU消耗的資源會比較少 相對的 跑的速度也會比較快一些些 所以screen updating呢 它所得到的效果就是說 它的效率會增加 OK所以兩個 但是有個缺點就是怎麼樣 底下那個進度 像這個時候 如果你底下 我是多了一個什麼 多了一個叫狀態列 有沒有 這好像前面有講過 不過這個狀態列 其實好像還是不太明顯 你會發現當然跑客戶 客戶比較明顯 比如說call P字篩選 然後傳遞給那個 是D欄的資料 然後要查的是第12欄 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 在下方 有沒有看到 進行比數 我在這邊又多加了一個什麼呢 多加了一個總比數 總比數 然後進行比數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你會發現它一直在跳 欸跳完了 有沒有 但是最好是怎樣 跑完之後 還可以整Message Box 跟他講一下說 查詢 比如說 提示讓使用者知道一下 比如說 查詢篩選 結束之後之類的 就是 查詢完成等等的 讓這個使用者比較知道說 你有幫他做完了一個訊息 否則的話使用者也不知道 到底你有沒有做完 另外的話呢 也可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前面有講過 就是 你可以不一定是用那個Status Bar 你也可以跳出一個什麼 跳出一個那個Progress Bar 但是Progress Bar 有同學是反映說 在Win 8的環境 下面好像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會需要有一個OCX 有一個控制項 那個控制項呢 在Win 7裡面預設就有了 可是Win 8好像就沒有預設 其實我有試過 真的在Win 8裡面 會有 沒有這個東西的問題 那怎麼辦 其實也非常簡單 就是你把那個控制項 call到那個System32底下 再註冊一下就OK了 那這個 因為之前有同學遇到過 所以我後來好像自己 幫忙打包一下 這個東西的話 因為我以前在VB的環 就是在那個舊的環境裡面 也常常遇到 所以在那個 應該是這個範例吧 我看從雲端 不是這個 在從 從那個網路下載資料 這個範例裡面 這邊有個叫做註冊這個 叫做MSController 這個叫MSConctl 這個實際上就是我自己打包的一個 如果說將來你遇到 假如說你那個Progress Bar 沒有辦法跳出來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一個來做 那這個怎麼做 其實我也是簡單的 把我以前實際上遇到的狀況 比如說像這個地方 它的那個Controller是什麼 我把它解壓說出來 你會發現裡面的話 我是這個是 你就把這個call到哪裡呢 call到System32底下 Windows底下有個System32 然後你把這個 這個叫OCX 就是那個Progress Bar裡面那個控制項 然後再做一件事情 就註冊元件 註冊元件這個是一個P式檔 你把它點兩下 然後把它執行過 它會幫你做註冊 有沒有 這個之後呢 就幫你call過去了 並且註冊成功 這個是我自己寫的一個簡單的P式檔 裡面做什麼事 如果你本來電腦裡面沒有的話 你再做 如果有的話 你就不用多做 多做好像也沒什麼差別 那裡面到底做什麼 你按右鍵 可以有一個編輯 實際上這個是很簡單一個P式檔 就是Copy什麼呢 Copy把這個東西call到哪裡呢 C疊底下的System32 因為OCX就是那個控制項呢 全部都會放在System32底下 然後註冊的話 就是在那個 我們就是內建的功能裡面有一個 如果你有外部的控制項 你要註冊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 你就是打一個RIG Server32 然後呢 再把那個控制項給註冊一下 就完成了註冊 如果你的 就是你的電腦裡面是Winbar 你可以試試看 這個方法我想應該OK 就會有一個Proxbar 可以把它顯示出來 OK 那這部分我想各位再試一下 就是剛剛的那個P式篩選 再看看好了 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們等一下再討論一下 做完之後的話 請各位再做一個 啟動一個表單 這個啟動表單功能 非常簡單 就是按下去 因為當然我們會有好多個嘛 對不對 那所以你可以做一個下拉清單 當你要選擇的是 比如說產業別 那就讓使用者挑嘛 其實這個使用 也許你的使用者是你老闆的話 你可以讓他挑 以後他要什麼 你就自動讓他跳出什麼東西 他就盡量不會來找你了 頂多就是你把功能做得齊全一點 哪些欄位他需要的東西有了 這樣子 頂多再增加一個列印報表功能吧 比如說他最後希望看到的是紙本的話 那你把它列印出去 大概會有這些 那按一個確定 自動幫你把什麼 產業別 自動怎麼樣 幫你出現 有沒有很快 那因為我有把Updating給關掉 所以你會發現 他幾乎是靜悄悄的自動幫我把它完成 有沒有 有沒有 靜悄悄的按確定 不過這個客戶名稱比較久 你會發現他一直在底下會動 但至少還是會動 有沒有 下面有個數字 不過可能你就要是要跟你們老闆講說 請你看下面喔 下面有數字會動喔 不過你們老闆一定會跟你argue說 這樣你有點不太專業喔 我還要看下面字那麼小我老花 對不對 所以他可能會跟你講說 那要不要試試看喔 你在下面這個地方喔 我看到很多人喔 很多那種軟體喔 下面都有一個那個進度的 有沒有進度列啊 對不對 那個Progress Bar 那如果說 你幫我放在這裡的話 讓我知道跑多少 這樣功能會更好 不過你可能就要想一想 嗯 我試試看好了 是不是 不過是ok不會有問題啦 這我想軟體太多東西 是可以做出來 所以等一下各位可以試試看喔 如果你的那個 Progress Bar 如果沒有的話 我建議是你可以到那個 雲端上面找找看 我是放在那個 因為這個部分跟那個 因為下載資料這裡面 也會用到類似的功能 那這邊有個註冊 如果你的電腦裡面 沒有這個功能 之前有同學有提過類似的問題啦 那我就把它打包了喔 ok那這個地方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把剛剛那個 批示拆選的部分 再run一下 那另外的話 就是多講了一個那個 如何關閉那個 畫面閃動的功能 那這個我想也非常的重要 因為喔 尤其是大量的 你要做那個 切換畫面的時候 一上面閃來閃去 閃來閃去 其實除了畫面 不美觀之外 其實也非常的耗費 你的CPU的資源 所以我大概 我有之前有粗略的算過 如果你把那個關掉 那個效率大概會提高一倍 粗估啦 但每一個程序不太一樣 那我把它關掉之後 效率提高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呢 底下的狀態列 我們Status Bar 前面有做過 不過Status Bar 雖然也可以讓使用者知道說 你有做了一些事情 但是還是太小了 字太小 所以喔 有沒有辦法 再把表單裡面呢 再增加一個所謂的 Progress Bar 把前面的東西再整合進來 那這樣的話會更完整一些些啦 所以今天的主要的重點就是 批示的查詢部分 那資料庫等一下看有沒有時間 可以再補充一下 那接著的話 後面就是說那個資料 如果來自雲端的話 或者資料是來自於網路的話 要怎麼樣做 比如說 我們需要做一些些的那個 從外部再匯入資料 那資料來源 可能是資料庫 可能是雲端 可能是網路 那這個部分該怎麼做 那其實喔 一般的實際上做法 當然就是見招拆招 這一些功能喔 主要是我自己 平常會用的一些方法 等一下再跟各位說說明